在尤斐收官时 官博也开始后续发力 开始满足粉丝们的各种要求 但是粉丝们在如愿之后却受到了暴击 但是还纷纷求虐 因为在尤斐这部剧中 王一博的发散出来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 此前 周斐主动吻了谢运 粉丝们就一直要这个片段的花絮 二人在当时也是笑场不断 因此粉丝们受到的刺激也不是很大 但是这次放出的吻絮花絮 却给王一博的女友粉一个暴击 在尤斐的大结局中 谢运也终于主动的亲了周斐 两人在桃花园中的吻戏实在是太过完美 逆光的拍摄手法也非常的经典 因此粉丝们也非常好奇 二人是如何拍摄的 所以官方在前不久 就把这段桃花园的花絮公开了 在尤斐夫妇第二文的花絮当中 王一博也掌控了不少的细节 就比如说在从树上飞下来之后 王一博握住赵丽颖手的时候就非常的细节 一个小动作就将大难不死后 又见到心爱之人的感觉 展现得淋淋尽致 这个小动作就是在王一博握住赵丽颖的手之后 还在赵丽颖的手上摩擦了两下 可惜这一幕在正片当中 却没有很好的展示出来 另外 二人食指相扣 四目相对也非常的贴 但这让粉丝们又游生了不少的醋意 当然除了二人在对戏的时候非常的甜之外 王一博还非常的暖心 当时工作人员已经给赵丽颖摆好造型了 手上和手臂上的花瓣也都是精心摆放的 因此赵丽颖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 另外一边 王一博也正在补妆当中 看着赵丽颖一直举着手 王一博就非常暖心的拖住了赵丽颖的手 让赵丽颖不用那么累 粉丝们看到这一幕也非常惊讶 私下的王一博居然这么会照顾人 而且还这么暖 果然这花絮确实比正片还料 除此之外 最让粉丝们期待的就是吻戏了 这次放出的花絮也让粉丝们看了个够 不同机位不同角度的吻 全部都放出来了 也不知道两个人在片场 切了几次才会有这么多的角度 而且花絮和正片的感觉也不一样 剧中是唯美 但是这花絮却让人血脉喷张 粉丝们也因此调侃说 再知道是八个机位拍吻戏了 看来这个球来的花絮 也是让他们受到了不少的刺激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